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文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汤这个音和相关的汉字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菜餐 讲到了这个我们的人类的吃喝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呢,吃喝在我们人类生命历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如果没吃没喝 什么人家活下去都活不下去 会饥饿,饥渴而死 那谈不上人世间走一趟的这个所谓的目的和使命的问题了 那么,所以我老祖宗有一个说法叫民饮食为天嘛 不管怎么扰我们人 首先第一要素就是要吃喝 那么这个汉字呢 也是沿着人类这个吃喝很重要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 一步一步演变来的 我们在前面有吃的有喝的也用餐 那么也吃进去了 那这个当然很舒服 当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觉他没吃的 没有喝的 那没吃没喝也就是饥饿 这种感觉的滋味非常的难受 甚至于能终结啊 终止我们的物质生命啊 一可而死 那么人作为领长类 顶端的动物呢 自然啊 这些感触啊 这些经验呢都会累积 那么就会思考啊 有食物的时候要为没食物的时候 那种境况啊 做准备 那么所以呢 有吃的时候吃 那有的时候食物多啊 那怎么办呢 要把它储存起来 放置起来啊 准备 那以后啊 饥饿 饥渴的时候 呃 再用 那么这个行为和过程 就叫做 舱啊 那么把食物啊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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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这个 呃 一个容器 一个壁锁 呃 一个地方啊 把它遮盖起来 啊 那都叫做 舱 那么 所以 我老祖宗最早这个舱子啊 就是划了一个壁锁 里面挂了有肉 有菜 有果子啊 意思就是把这个食物啊 呃 储存起来啊 呃 放置起来 那么 这个食物啊 不光是我们人类啊 需要它 其他的动物啊 那也需要食物 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放 很简单的放 不采取一些措施呢 往往会丢失 鱼失 啊 那么 别的动物也会来 他认为这个地方有时候好 他就吃了 甚至于我们同类啊 也会 啊 要可是捡着便宜了 也会把它拿走 所以呢 这个舱子要放在自己家 地锁 窝棚 动物里头去 那么 所以这个舱子就这么来的 那么还要采取这些措施 你哪怕是野外 你比如说 祖宗也知道这个食物 营养成熟外空 我们收集来了啊 把它放弃 制起来了 啊 这个舱起来了 但是呢 它有会坏吗 会烂吗 最后就 没有了嘛 就不能吃了嘛 那么 所以有时候 要放点室外 因为室内温度高啊 那不容易储存 放到室外呢 你在那呢 就会丢失 所以要采取一些措施 放上草 放上木 把它盖起来 所以就有收藏的藏 那就是说 把食物放置起来 不是简单的 就是放在那个地方 而是采取一些掩盖 这个隐蔽的措施 所以有收藏的藏子 当然 有草子头 没草子头 是一个样子 意思是一样 只不过 我们祖宗在写这些字的时候 有时候 有草头都是原 原字 那后来说 没有这个草子头 没有树木折盖 实际上也是一样 大家都心绕不宣 也是藏的意思 那么演变说 这个藏子来 就是说 在这个储存食物的时候 储存东西的时候啊 那么有所 这个掩盖的措施 隐蔽的措施 那么 这么一个演变方向 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仓子 把食物放 后来我们人类的发展呢 不光是有食物的这些资料 所以在神武的资料 那么还有生产资料 那么生产食物的 不能直接给我们提供食物 但是他有助于我们 过去食物的一些资料 就要生产资料吧 那么 这个 背啊 鱼啊 石啊 刀啊 斧啊 枪 刀枪 剪接 斧啊 构茶 棍棒啊 各种各样的 梨啊 爬啊 这个脱离机啊 包括我们今天 所有到今天 更更丰富了 所有这些人类需要的 生活生产资料 把它放下来 所以慢慢从食物 吃喝了 演变成 整个人类所需要的物质 就已经被广义了 就形成了这个 今天发展中 完美的这个仓啊 这个含义 那么 祖宗啊 毕竟我们人类啊 其实自古至今 祖宗和我们都一样 我们也和祖宗都一样 都会去进行这方面的思考 和观察啊 这个 破绽自己的思维 那为了完成 自己做人啊 最终 这个物质 红尘 走一遭的 这个使命啊 那这些是必备的 那么就会发现呢 我们 尽管是 啊 通过老奥多 把食物啊 给搜集来了 啊 给 收藏来了 但是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 他有个城铸怪空 那会烂 会 被偷走啊 或者消失啊 没了 那么走一遭发现 哪个地方 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 包括所有的生活 生产资料 那就是 我们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大自然的环境 高山峻岭 之间 那么那个地上 才是啊 真正的藏 因为什么 我们那个食物可以 呃 成了 最后又变没了 城铸怪空 但是呢 哎 我们这个 生活玩意儿啊 一望无际的 这个陆地 哎 甚至于 包括天空 那么 这个食物呢 原来不断的都在 哎 所以那 祖宗意思是 更大的仓啊 更大的 食物和 我们物 人物质 需要的 这么一个 呃 源泉啊 也就是仓啊 那么 所以呢 把这个高山峻岭 草木 这个 环境啊 那么就叫做仓 一望无际 这里面呢 蕴含了 无穷无尽 我们人类物质生命 得以延续 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所以就有了这个仓 那么仓呢 由于这个 这是天下最大的仓了啊 不是我们弄个地址 盖个房子 挖个洞 搞个坑 那么简单 嗯 那么的这个 渺小 而是巨大 一望无际 我们 走中 要试着去走到 边也走不到 所以叫仓茫 那么那个颜色 一望望去 青色 或者青龟色 啊 等等 叫人感触呢 巨大啊 叫茫啊 搞不清楚 所以就那个仓 加一个草子头啊 就是有树木 整个我们这些资料 就是在这个仓里头 这个苍茫的仓里头 当然了 由于它广大 颜色等等的变化 仓就是苍白嘛 这些都是以后的演变 因为它广大而 拓展出来的一些含义 所以就是这个 草子头这个仓 那当然了 这个仓祖宗也知道了 那个我们需要的食物 不光是陆地上 是高的这个草子头的啊 这个高山峻陵 呃 灌木草丛 那么还有呢 这个食物 其实也是跟食物有关系 就是说 不光是陆地上 有我们需要的 这个食物 或者说是生产资料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物质 那水中也有 比如说水中的渔别峡蟹 那有我们以前呢 当然也我们现在说 也是叫动物 也有植物 什么海带紫菜 那么走通那个时候就叫水族 那么水族呢 那么他们生产的这个环境 就是水的这个环境里头呢 也是我们趋势不惊 幼稚不竭的一些这个材料 特别是食材 嗯 当然还有贝壳 也可以做工具用嘛 啊 生产资料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也知道水族 还有其他的元素 我们可以提炼出来 也可以知道我们所用的特殊的工具 其实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水里面 这个空间 这个范围 呃 作为一种储存我们物质资源的呃 空间和壁所也叫舱啊 所以有三点水的舱叫水 舱啊 那么这就是跟那个草舱啊 呃 相互对应 就基本上就包含了整个我们这个地球 哎 我们老祖宗认识和所有的东西都 蕴藏在那里面 所以这个舱子 呃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舱子 一个舟子旁加舱 这就是说 现在也用的比较多啊 应该什么船舱嘛 那是人类啊 呃 学会水上行走的时候啊 因为做木头嘛 来木头拓展成舟啊 船啊 再大呢 把这隔成隔断小木 路地上一样有房有室有厅 嗯 那么一些大的壁所 所以也叫舱 就是能够放置 我们需要的各种各样物质 啊 这个食物 非食物 工具各种 能 便于 或者使得 或者能够便于 呃 我们物质生命延续 的一些物质啊 的地方 这个舱子呢 就是舱舱啊 呃 是现代的个词了啊 当然说 现在 也时间也不短了 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那么 演变出这么一个字来 那么 当然了 舱子还有其他的 和其他的音音字都一样 我们 呃 主要的 就是 呃 跟大家分享 分享其他 那些都是大中小异 呃 有了更细的分工 那么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呃 好 今天啊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苍蝇和苍赐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